皇朴死了 一个志同道合 性情相近的帮手 就这样就离开了柴榮 这个对柴榮的打击非常之巨大 在皇朴的葬礼上 柴榮不顾自己帝王的身份 来到亲自来吊丧 史书记载 他趴在皇朴的棺材上 哭得呆呆 谁都没办法劝解 当时 有一个弟弟也站在灵前 他叫做王衔 他是皇朴的小子 由于外屋及乌 柴榮以及后来的赵康印 都对这个王衔重信有加 但是 小估不到 就是这个弟弟 一个铸成了北宋初年最大的一次终臣的惨死 这就是后话 现在我们先说他 现在说回柴榮 无论怎样悲痛都好 他都是要沿着他的命运的路 继续走下去 战争的机器再次就撤着了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准备了 这一次的目标是北方 不胜就不归 只要能够夺回燕云十六州 汉人就会恢复长城这条 维系着全民族生命的防线 就会从此 再都不需要担忧 北方的民族的欺凌 而那时候 以他击败涉丹 抢回失地的军威 无论是南唐 或是后属 就会不战而行 疲劳之极 已经是强劳之末的柴榮 被这个宏伟的目标深深地打动 无论怎样都好 他一定要做成这件事 现在到了显德六年 即是公元959年 3月28号 后周世宗皇帝柴榮 从披盔荣装 从京城开封出发 下朝 亲征涉丹 已收复燕云失地 他命令 二武哲道使 孙行友 先其出兵至定州 现在所属是河北 他部署在定州 是为了加强 西面山路的戒备 以阻止北汉对涉丹的救援 另外 命令侍卫亲军 都如侯寒 寒通 请留意这个人 之前他一直是被柴榮留在京师 帮助王帕镇虎后方 明星 虽然不是那么显著 但是位高权众 非同一般 现在柴榮 就任命他率领水陆军 为先锋出发 然后 柴榮又招集所有后州重将 都快速向倉州集结 南方现在就没了威胁 京师就已经不需要戒备了 这个已经是后州所有的家底 柴榮 已经起倾国之兵 与辽国决战 柴榮率军侄进 在4月16号 抵达了倉州 他没有停下来休息 当日 率领兵骑数万人 就直奔涉丹边境 为了隐蔽 不要被人发现 他走的全部是山野荒路 几万人的大部队 略竟移过的时候 就连当地的居民 居然都没有发觉 到了第二日 柴榮就出现了在 乾陵军的城下 乾陵军 是一个地方 即是辽国的 灵州 现在的河北的清远 灵州刺史王洪峻 见这样的情况 吓得鼻孔都没肉 不敢抵抗 马上就开城投降 灵州城外 后州的水军已经到达 随后 柴榮就命令韩通 为鹿鹿刀部署 赵康印 为水鹿刀部署 水鹿并进 毫不停留地 向涉丹内部继续挺进 后州的战艦 一只连一只 连面有几十里远 船上的战旗 遮天蔽日 浩浩荡荡的出发 影真是加势 柴榮率当时中原最强的军队 一路顺流行军 直逼辽国南院重镇 幽州 两日之后 就越过了 独楼口 独楼口 即是现在 天津西南的独楼镇 越过独楼口之后 就向西 直抵幽州的前哨 益津关 益津关 即是现在河北的霸州 除了益津关之外 还有瓦桥关 瓦桥关就是现在河北的红苑 舊南关 还有瓦桥关 这三个关 是幽州方面 正南防线上的三座重要关隘 不攻落这三关 就迷使只要到达幽州 一直以来 都是涉丹骑兵 从这三关出发 南下侵略汉地 从来都没有汉人的军队主动出击 能够攻打到三关之下 所以这次的行军进攻 非常突然 一点防备都没有的涉丹守军 见这样的情况 哇哼 全部都敲散了 世宗皇帝到达了关前 益津关的首将 钟延辉 就马上出关投降 向西 水路就变得非常狹窄 柴榮就放弃了船 就登岸 重上战马 迅速向下一个关口 雅桥关 挺进 到了当日日落的时候 就唯有是停下血色 柴榮露宿在抗野荒地 与众将士同一时间睡觉 同一时间又起床 到了第二日的清晨 太阳又一次升起 柴榮振奋精神 命令赵康人 向雅桥关 挑战 赵康人 率领部队 直抵关前 动都没动 雅桥关首将 姚内斌就出城投降 进入雅桥关之后 柴榮就稍作休息 这时候 辽国的莫州刺史 刘洋迅 与优口关的首将 都不敢抵抗 直接就显派使者归航 到了5月1号 后洲强大的后援部队到达 而且战场上 封瑞兰党 所向披靡的李重津 终于就从淮南赶到了 柴榮终于有了强大的实力 可以同涉丹人正面对抗 这个也可以看出 柴榮对自己的苛刻 他又一次充当了全军的先锋 就好像在高平之战那样 不等到主力集结 就已经先其出发 李重津等后援部队的威胁力 极其强大 辽国的营州刺史 高燕暉 主动就来投降 自此 三关以南所有的失地 就被后周迅速收复了 这阵时 距离后周世宗皇帝 柴榮夏召亲征 只不过是区区42日 而从京师出发 开赴战场 实际只有32日 短短的一个月内 苗边关首将 望风归航 没有一个够敢抵挡 一举就收复了三关 三周和十七院 共恢复民众 一万八千多户 成为了大唐中旗以后 看人从所未有的胜利 5月2日 柴榮在瓦桥关 行攻大宴众将士 将士们 前面就是幽州 即为古之烟地 是烟云十六州之首 我们继续一死向前 劇战涉丹 光伏烟照 终兴看地 好的 好